Begin这英文单字对很多人来说或许是重新开始 但对李信尼来说 她既代表了真理李信尼在乐坛重新启程 也代表她要做回自己 我当时去一个人去香港 我用了一年半的时间 才接受了那个事实 我来了香港 很多人都问我你来啊 还是怎样 我就是说一些很表面的东西 但是原来内心有很多感受是我还没有来得及感受的 我需要真的是沉淀下来一年半的时间 我再看回 哇 我一个人来香港 我的天哪 好像一个脱胎换骨的人 和我五年前很不一样 就在这整个过程 我不停的在找自己 不停的去发掘自己 有一些有一些养分可以去分享了 所以我觉得Begin这张专辑在这个时候出现是一个很好的时机 我觉得最有代表性的其中一首是光环或者光芒 为什么这么说呢 因为当我在制作这首歌的时候是我处于就是那个低谷的时候 我现在唱回的在唱的时候我仍然能够感受到当时我的挣扎 我的那一个那一份心酸 但是同时我也为我自己感到骄傲 因为我当时的因为当时的坚持 所以我走到今天 参加中国好声音是李信尼音乐旅程的转列点 虽然不喜欢歌唱比赛 但他清楚这是能够改变现状的机会 我觉得时机很重要 在我常常会觉得你在对的时候做对的事那就对了 你在错的时候做对的事也会错 对那个时候去年为什么我最后决定会去参加这个比赛 因为我知道如果我不踏出这一步的话 我就可能没有办法走出这个困局 我当时那个困局 我要自己想一个办法去走出一条路 即使我不喜欢比赛 我也要去做这个决定 因为我在那个对的时候 我要做一个对的事情 没有欸 我其实对这些东西还看得蛮淡的 不好的就是一些比较没有建设性的评论 我不会看 有建设性的评论我会 我看的时候我会思考 然后会把能够接受的东西 或者是可以学习的东西 我会拿来用 因为永远都不能够讨好所有人 所以你就最好就是先把你觉得 就应该做的东西先做好 然后有多余的时间才去看这些评论 你会想一个人 我会想这样 and know what it is 好, insane 你许多好朋友 也帮你打算我的感觉 但是我也想好朋友 里面看 unpre线 那么好的 我会想好朋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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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你有男人 我会想起来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